华语篮球世界 2021年7月30日 中国盼望击败澳洲女篮 周五晚上 奥运女篮分组赛C组迎来一场瞩目较量 届时中国女篮将面对澳洲女篮 由于分组赛首战两队的结果相反 中国女篮兵不屑任拿下开门红 而澳洲女篮则不抵比历史女篮 自信心更占优势的中国女篮 期待再获一胜 中国女篮在奥运女篮分组首战的对手 是实力平庸的波多黎格女篮 前者毫无悬念地以42分的巨大分差狂胜对手 该场比赛 中国女篮内线核心李月汝贡献21分 和12个篮板外加5次助攻 此外还有李孟贡献15分 韩旭得到11分和14个篮板 整体发挥均衡 中国女篮很明智地发挥高空优势 从比赛一开始就掌控了局面 全场比赛更是可以全部12人轮换上阵 可谓赢得相当轻松 不过球队接下来将要赢来本小组的主要竞争对手 澳洲女篮 须知 中国女篮在奥运赛场曾与澳洲女篮交手三次 2012年和2008年 中国女篮都吞下失利 在奥运赛场上一次战胜澳洲女篮已经是1984年的事情了 不过在2019年双方有过一次交手 当时中国女篮是险胜澳洲女篮一分 并且澳洲女篮今届有核心球员退赛 更能增添中国女篮金账的胜算 澳洲女篮本届奥运第一场比赛输给比利时女篮15分 这确实爆出一个冷门 该场比赛第三节澳洲女篮带助微弱领先 但是第四节被比利时女篮打出29比13的单节比分 单节竞胜16分决定了比赛的走势 从这场比赛中也可以看出澳洲女篮的问题 她们前三节和比利时女篮缠斗导致体力下降 同时在关键时刻澳洲女篮也缺少一个打关键球的球员 这两点成为球队目前最大的问题 内线核心易甘巴之临开赛前退出国家队 对澳洲女篮来说是极其严重的损失 假如中国女篮上来就利用撕咬式防守消耗体力 同时在第四节利用澳洲女篮体力下降的弱点 让李月汝多打内线 如此易甘巴之缺战的缺陷就会被无限放大 感谢收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你的一个赞就是我们的动力 感谢收听